如果你的预算呢只有100万人民币 在中天海滩附近还有一套性价比比较高的 之前呢那房东的卖价是550万泰铢 就是110万人民币 现在突然降价可能是着急用钱吧 它现在的价格是499万泰铢 不到120万人民币 我们赶紧去看一下 这一套占地202平方 然后161平方的界面 是里面是家居家电全新的一套 房东买菜的时候 就是开发商的一个标准装修 它也是刚刚配好家居家电 你看它的侧院虽然是200个平方 但是它侧院还是很够你有发挥的空间 你看它的侧院这边还是可以放一些 就是茶几啊 可以做的一些凉亭啊 或者是你在后面这边可以种一些花草树木都可以 然后你看隔壁的邻居的话 它有做一个保姆间 其实你的这个位置 一个这个L型的这个 这个地方是完全在可以搭一个保姆间 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你的厨房可以向后推 这边都是有一些发展的空间哦 你进去看一下房子里的一个装修风格 其实现在呢我们看到它都是现代风格的装修哦 其实很适合我们现在就是拎包入住的小家庭 它是三房两位 楼下的话有一个洗手间 这边是车库 现在这是房东正在做这个它的厨具 把这些做好的时候 就像样板间一样非常的漂亮 下面这里的话有一个储物空间 一楼的洗手间的话也是有带淋浴的 如果你喜欢的话 这边可以加一个玻璃哦 这边是可以洗澡 第二楼上来的话 是楼上是三个房间 这边是有一个公用的洗手间 一个次卧哦 这是第一个 你看这个小区其实入住率是很满的 你看一下隔壁都是住满了人的 而且都是你看他们在洗车 所以这个小区的入住率是很高的 因为这边离中间海淡的直见距离 可能就是三公里吧 而且出门便利店 然后菜场 包括附近学校都是有很多的 所以这边其实是泰国人买的更多一些 小区环境非常安静 有社区的健身房和泳池 这是主卧 其实这个主卧的话 完全可以在这边做个衣帽间出来 或者是在这边放一个 就是电脑桌 可以在这边办办公 它主卧超级大 还有一个可以晒到阳光的小阳台 这边呢就是小区的环境 非常安静 是一个内街里边 都是住满人的啊 所以非常的安全啊 如果你是小家庭 想要在这边自住养老 住不惯公寓 因为现在的90万100万人民币 只能买个两房的公寓 住不惯公寓的话 又想要就是在家里养狗啊 就是有那种退休养老的生活 包括带带孙子啊 附近还有一些海滩可以玩 其实这个小区 我是非常推荐的 因为这个小区 直接从那个中天海滩 一条路过来 就可以直接到达这个小区了 位置是比较核心 而且又是小区里面的环境 又相对来说安静和安全 很适合去刚到这里的人 然后预算不多 你想要说是 先买一套小房子 可以自住 先看一看的 这套房子是 真的很值得捡漏的 好 这套房子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